十四颗主星,六大极星,四大煞星外,还有许多其他星耀,这些星耀被称为腐星,它们对命盘的影响虽然没有主星那么显著,但仍然能在特定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。 这些腐星分为不同类别,包括桃花星,空王星,化妖等,以下是一些常见的腐星介绍。 1.桃花星,桃花星主要影响个人的感情和社交运,代表浪漫、魅力和人缘。 桃花星入命时,容易让人在人际关系中展现吸引力,适合从事与社交或艺术相关的工作。 红蓝星,红蓝星代表喜庆和感情缘分,通常象征婚姻或恋爱的机会。 2.入命盘时,容易带来爱情运,适合感情生活或婚姻有需求的时期。 3.天喜星,天喜星也是桃花星之一,代表欢乐和幸福。 4.此星要入命盘时,常常预示着喜事临门,如婚姻、生子或其他喜情事件。 4.闲持星,闲持星是一颗比较强烈的桃花星,代表艳雨和感情波动。 5.此星要入命盘时,容易带来感情上的诱惑和波折,需注意感情关系的稳定性。 2.空王星,空王星代表失落、缺失和虚幻,容易让人感受到无力感或挫折感。 在某些情况下,空王星也可以引导人放下执念,学会接受现实。 3.地空星,地空星代表失落和空虚,通常与财运或事业上的挫折有关。 4.此星要入命盘时,需注意资源的流失或计划无法顺利进行。 5.地结星,地结星象征突如其来的损失或意外变动,容易带来不预期的困难。 5.此星要入命盘时,需注意意外情况的发生和资源的流失。 3.化药,化药是四颗具有特殊力量的星药。 它们分别为化露、化权、化科和化技,对命盘中的运势有显著的影响。 4.化药主要通过增强或削弱某些星药的力量来改变运势。 4.化露星,化露星代表财富、福气和机遇。 4.此星药入命盘时,能带来财运和事业上的好运,通常是增强财富和幸福的象征。 4.化全星,化全星象征权利、地位和影响力。 5.此星药入命盘时,能提升个人的领导能力和控制力,适合在事业或职场上追求更高的地位。 5.化科星,化科星代表学术、名望和智慧。 6.此星药入命盘时,能带来学术上的成就或提升个人在社会中的声望。 7.适合学术研究或公众演讲。 7.化迹星,化迹星象征障碍、压力和挑战。 8.此星药入命盘时,容易带来负面的影响,如事业上的困难或感情上的波折,需特别注意如何化解。 8.其他辅星,这些星药在命盘中可能影响一个人的特定领域,如健康、寿命、财运等。 8.天马星,天马星代表变动、迁移和流动性。 8.此星药入命盘时,容易带来旅行、搬迁或职业变动的机会,也可能预示着人生中的重大转折。 8.天亏星,天亏星是一颗代表贵人运的复兴,通常能带来贵人相助和社会上的支持,让人更容易获得机遇和发展。 8.天亏星,天卫星与天亏星成对,也代表贵人运,但更侧重于权威性和领导能力,适合提升个人在职场中的地位。 8.天亏星,天亏星象征心灵上的痛苦和挫折。 8.此星药入命盘时,容易带来精神上的压力和感情上的波折,而需注意心理健康。 8.天亏星,天亏星代表保护祝福,通常在面临困难时能起到守护护作用,让人得到庇佑和支持。 8.总结,在紫微斗数中,除了十四颗主星、六大己星和四大杀星外,还有许多福星。 8.这些星药共同作用,决定了一个人的命盘运势。 8.每颗星药都有其特定的象征意义和作用,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星药的力量,是解读紫微斗数命盘的关键。 8.星药之间的互动会影响整体运势,因此在分析命盘时,需要综合考虑各种星药的影响。 9.月名客